大家好,我是英俊的英俊哥 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收到我的塔帐了 今天我来教小伙伴如何来搭建 其实搭建有一定的讲究,但是也非常简单 首先把塔帐打开 拿上一个坡棚的单独坡面 把它平铺在地上 注意,要分清楚正反面 走双线的这一面 是双线的这一面,它是正面 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把它平铺在地上 把中间的气眼先用地钉 固定上 然后如果你选配的有两根铝合金撑杆 把两根铝合金撑杆给装好 如果你没有选配铝合金撑杆 那么我推荐的是 大概直径2-3厘米的 任何的木棍都可以 然后长度我推荐的是1米8 1米8的长度 木棍也好 木棍也好,铝合金撑杆也好 咱们把顶端有锥形的这一面 套在咱们配的这个三空板上面 注意这个 套的这个位置 一定要把它给套在咱们这个铝合金的杆上面 不要套在咱们这个锥形的这个三角上面 因为这个东西是活动的 我推荐的大概是由上而下的这个 5毫米到1厘米的样子吧 好,最后咱们再把它打开形成一个三角 打开成一个三角之后 注意 咱们这个角度到底多大呢 下面我们这个挂着的S钩就是用来定位的 让这个S钩的顶端落在咱们这个 塔杖上 也就是接触地面即可 两端的脚 尽量贴在咱们这个平铺的这个塔杖的边缘位置 拉链位置 两边调整到一致 OK 刚好可以落在地面上 这一根绳索的长度 刚好就是来控制它的这个 角度的高度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塔杖 拿起来 呃,大家知道塔杖是咱们顶部是一个 翻转的一个结构 把它给翻转过来 然后套在咱们这个 山空板上 套完之后呢 用手拉着 咱们这个定位绳 这样的话 咱们那个塔杖就不会倒 对吧 再用一根地钉 套在咱们这个S钩上面 把S钩 像这样 给先固定在地上 让它给拉住 这样的话 咱们再搭建另一半的时候 它不会倒 那么这个拉的这个角度 是以什么为准呢 就以咱们这个针杆 咱们这个针杆一定是要 垂直于 斜杜 一定是要垂直于 这个地面的 而不是朝前歪或者朝后歪 你在这里固定这个S钩的时候 你就把它给 调整正确 那么这就是一个塔杖的一个正确高度 然后接下来我们 我们用地钉 优先考虑固定 塔杖的 拉链门的两边这个位置 去把它给挨着咱们这个 撑杆 去固定 最后咱们在固定 侧面的两个点 先简单固定一下 还是优先去固定 咱们那个 靠门的 这个点 最后再把之前的这个面 稍微有点没固定好的地方再重新调整一下 记得把咱们这个 血裙把它给拉出来 好 咱们这个塔杖 基本上 搭建完成 一个人操作非常的简单 如果没有中间那个S扣来定位辅助的话 你搭建的时候 会一个人操作会非常的困难 那么咱们再来装那个里面的底边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 底上它 是一个全底的 当然小朋友也可以选择半底的 也是由拉链来结合 可以看到在咱们这个塔杖 底部向上5厘米的位置 有在那个拉链口 这个拉链就是用来 双头双面的拉链 接咱们的这个 底部的 底杖 这个是双头双面的拉链 好先把它给接好 接好之后再把这个 地钉 给它重新穿好 非常简单对不对 如果说你这边一个面是要留门的话 咱们把下面这个拉链 把它不要给完全拉住 搭建就是这种方法 主要是中间的那个S扣 这个是用来给你做一个定位 当你用完之后 你可以 抽顶端的 绳索 然后把它给抽上去 在上面你就可以挂你的 灯具啊 或者任何东西